哈喽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A姬终于迎来了第二阶段的首胜,以3比1战胜了NPG A姬第一局给初晨拿到了篮 初晨的篮从来都不会让人失望 这局比赛他打得非常主动 NPG莫凡的镜虽然也不错 但终究还是差了点细节 再加上九成的一星极限首加 A姬先赢下第一局 第二局A姬又是前期就拿到了比较大的优势 不过终结比赛的能力还是不够强 中间还被NPG抢了一条龙 一直到28分钟才拿下比赛 到了第三局A姬的阵容选择不算太常规 拿了纳克·露露和马可·波罗的情况下 还奖励了阿泽一把马超 阿泽的马超这局表现不算特别亮眼 好几波对面有残血的情况下都没能收割 尼莫的马可·波罗已经很秀了 但还是没能帮队伍拿下比赛 进入第四局之后 双方打得都非常紧实 那季虽然是鬼谷子辅助 但是很少会主动开团 MTG的大桥体系 也一直在被动防守 根本没有什么带线的机会 最后一波最初的鬼谷子 找到了几乎绕后 太和吕波开了一波完美团战 A姬打出一波零换三 一波拿下比赛 A姬这场比赛虽然赢了 但是正如解说瓶子所说 还是存在挺多问题的 首先就是A姬终结比赛的能力不足 冰线运营的能力有点差 第二局是最明显的 A姬早早就拿到了比较大的优势 但是一直被MTG拖到了大后期 就是没办法把优势转化为胜利 另外一点就是阿泽的马超 瓶子表示阿泽的马超 最后一波完全可以去偷家 换作是老阵边应该不会选择偷家 但阿泽选择了参团 包括另外的几波团战 阿泽收割能力也不太好 确实没有展现出过一马超的水平 现在A姬还没有确定去打卡威赛 最后一场打狼队是生死之债 如果A姬能3比1或者零封狼队的话 但是以A姬的状态 几乎是做不到的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A姬赢下MTG呢